感应篇中说,不应无故采取 但弟子在这十年中还训练了一位居住在中国大陆的小裁缝 专门为弟子接弟子的朋友做衣服 所以若现在不做了,小裁缝的收入也会降低 可能影响他们的生机,应如何是好 这个金颜财的范围很大 不一定是专职这个义住 连花槽、书末、修剪都在这个财间之内 所以这个范围很大 所以不应无故 这个无故 实说多余的 没有必要的 但是我们有必要的 你比如现在这个社会里面 上层社会的应酬都得穿礼服 那就是必要的 那么同时呢 你比如这个礼服 现在我都不太清楚了 大概又是流行的 好像一两年之后就不流行了 你都要重做了 那么如果是真正的懂得这个佛法 明白了一个道理 自己有这种能力 我们礼服做了 用了一次之后 就可以送给别人 因为需要的人很多 他就不必去浪费了 这个都是属于补失 那么自己需要用的时候 可以自己再次制作 如果说是经济能力差一点 我这个礼服可以保留 可以能够用很久 这个都是自己 缓进自己经济能力上去考量 所以佛法是圆容的 不是执着在言词里面 所以佛教我们不要执着言语 不要执着名字 不要执着心愿 你一定要懂得它的意思 现在所谓是何说何用 在佛法里就能得法系 法系充满 所以现在这个衣着 也是非常重要 我们现在看到 很多中国的官员在外国 都穿上西装 我看他是很不舒服 为什么呢 西装很难过 很小 绑在身上 哪有中国这个唐装 多舒服呢 所以我就鼓励唐装 大家都穿唐装 我上一次到巴黎去开会的时候 我也穿唐装 这个是应该提倡 中国人 他最讲究的是舒适 以这个为第一 那么其他的华美是其次 舒适是第一 穿着不舒服 绑在紧紧的这个事 这个对身体绝对有害处 不失去 我看你 试试